清美連續假期估計有大量返鄉民眾 跟觀光客湧入花東地區 雖然台中線目前仍未有武漢肺炎確診案例 但為了守護東部的健康安全 台中線衛生局特地針對參與業者 衛生機查並加強宣導反應措施 戴上口罩 服務客人點餐 餐飲業者表示面對疫情平時生意 多少受到影響 但清美連假第一天台東已湧入部分人潮 業者也做好防疫措施 希望降低疫情感染機會 台中線衛生局提醒餐飲業者必須嚴加戒備 落實食品良好衛生規範 提升防疫敏感度及各項措施 共同守護健康環境 原市新聞物局台中市採訪報導